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名著名藍絲藝員曹永廉 他在微博上有新的言論發放 他用華為手機發出 顯示他相當愛國 他就說 所有曾經合作過的客戶品牌 在合作期間都對我很好 只是約滿和有些單一合作完成 天下無不散之原跡 做生意很艱難 請大家手下留情 互相支持 品牌客戶是好好的 多謝一班支持我和愛惜我的人 這個鐵文相當謙卑為顯得 和他平時的囂張拔戶的態度 就大相敬庭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在今年的11月區議會選舉投票 當日 就在Facebook上載了一張圖片 指著黃絲的候選人 叫他吃屎 然後貼文寫著 搞定黃絲吃屎 即是他投票給藍絲的候選人 翻查結果 發現他所屬的選區是荃灣 荃灣屬於大埔 大埔就是全部的黃營候選人當選 所以曹永廉說叫黃絲吃屎 就失敗了 反而他所投的那位藍營候選人 就失敗了 其實在香港來說 也有一個現象是比較奇怪的 就是有一批香港的藝員 竟然敢於和香港的主流民意對抗 大家知道主流民意在這個結果出來之後 其實黃絲先佔大多數 而藍絲絕對不是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但是有一批人依然樂恥不疲地去撐警 其實這個現象也相當普遍 因為我發現 這批人本身都是一些恩星 如果上了岸的人多數就不出聲 避免牽涉到黃藍的鬥爭當中 但是有一批人 他已經在香港發展到頂峰了 他不能再上一層樓的時候 他們就好像挺而走險 就不是挺身而出 不是林鄭所說的挺身而出 就是他們想利用這個撐警作為一個跳板 跳回大灣區和大陸發展 其實這個態勢是很明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本地的演藝界本身已經很蕭條 只是本地的電影都已經不多 多數是拍片 如果說劇集的話 更加沒有什麼發展的空間 其實只有一個台 好了 唯有北望神州 企圖獲取那種光頭柳Sir式的光環 即是在大陸那裡 可以忽然之間大紅大紙 拿到百幾二百萬個微博的粉絲 即是那些粉絲 繼而可以轉化成為真正的利益 當然曹永廉是不是這樣想 我就不清楚 但是很明顯有些比他更恩的恩聲 就肯定是這樣想的 但是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大陸已經開始限制那些所謂港澳台的藝人 在大陸登台、做主持等等 其實那個發展空間有多大呢? 用不需要這樣挺而走險 即是回大陸發展呢? 是不是? 香港演藝界是不是養不起這群人呢? 我相信不是的 只不過他們要更上一層樓 他們要賺更多錢 賺人民幣 他們就要這樣做 其實就是背叛了香港人的 這些傢伙 好了 另外一件事就想說一下 關於茂名那裏 大家知道 上個月的時候 有一個示威爆發了 在這個化州市那裏 其實就不是茂名來的 化州在哪裏? 化州就夾在茂名和站江中間 它的北部就和這個廣西是接壤的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越西的地方 而且那個發展程度不是那麼高的 故此來說 有些人不停地說 或者這個是香港輸出的革命 根本上就是言過 其實這個我們稍後再說 說一下這次 到底茂名這個化州 為何又爆發示威 上次就在文流鎮 今次就在波陽鎮 因為又傳出了當地的政府 就計劃把火葬牆遷去那裏 所以引發了當地過萬人 站出來示威 有兩百多名的武警 就動用催淚彈來鎮壓 不斷射 不斷射 有人傳出說 今天有些年輕人被打瓜 到底是還是不是就不知道 但是經過《蘋果日報》 致電波陽醫院證實 有幾十名的商者送院救治 當地市民怎麼說呢 就說 波陽鎮為何會變成這個戰場 其實都是源於一些不信任的 他就說 麗剛又說搞火葬牆 俠江就說搞污水處理廠 其實也是火葬牆 文流鎮就說搞生態公園 也是火葬牆 現在輪到波陽又說搞污水廠 其實民眾相信都是想搞火葬牆 結果那些市民就氣沖沖 就開始擲炮槳、石頭、水樽等等的雜物 加上那些武警又出來鎮壓 搞得就是一團糟 老實說 這件事到底跟香港的示威有沒有可比性呢 因為很多人經常在網上比較 我就認為完全是沒有可比性的 為什麼呢 香港的學生、前線示威者 為的是一個普世價值 他們所爭取的五大訴求 全部都是虛無的 又不是實在的 你說爭取派錢 或者爭取無人一層樓 這些都是很實際現凋凋的 或者爭取去做 蓋一些東西 或者不蓋一些東西 這些都是相當實際的 但是普世價值就是什麼 就是很虛無的東西 包括自由、民主 包括撤銷暴動的定義 這些是很虛無的 寫 是一張紙上 但是你看茂名 尤其是這個化州 他們爭取的是很實際的利益 不是針對制度 他們針對什麼? 針對他們不要再建立這些基礎設施 包括火葬牆 但是一旦他們爭取成功以後 他們不會想著去改變這個制度 他們不會推翻一些東西或者建立一些東西 這就是最大的分別 所以我認為是完全沒有可比性的原因 有些人說香港輸出革命 這些就是握點極律言過的東西 香港的影響怎麼會影響到去化州 香港和化州的關係極度疏離 我已經說過了 化州在越西的發展程度不太高的地方 當地有多少人懂得用VPN上去Youtube 或者上香港的網站 瀏覽香港的資訊 都成問題 竟然間一個月之前 有些內容農場搞了一個什麼 說當地化州市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或者光復茂名 時代革命 這些根本上是沒有影片 沒有實際的證據 純粹在文字上亂吹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化州人到底有多少看香港的資訊 是極誠而聞 我是抱著一個非常懷疑的態度 除非能夠有些影片 是表現出來 就真的當地人這麼說 但是當地人的口音 香港人是學不到的 所以不能假扮的 而且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 基本上大陸的文變事件 它的升級程度是極快 是不會存在一個所謂和理非的階段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和理非已經是全捉了 所以它一定要將升級 很快地提升 到去扔東西之類的 才有力一拼 才可以使得地方的政府 有所屈服 暫時性 起碼都要 這件事跟香港是很不一樣的 香港可以 起碼還有一個所謂和理非的空間 和理非爭取不了 就是慢慢再容納 或者支持勇武的行動 所以這件事是很大的差別 最後就想說說關於大埔的 那時曾蔭權 著事搞出來的 一個青年女社 實情是不對題的 我希望特區政府 現界也好 以後也好 不要再搞這些無厘頭的 所謂青年宿舍出來 是完全解決不了 你那些房屋問題的深層次矛盾 大家要求一座樓 哪怕公屋也好 私樓也好 他們終極的目標是甚麼 四個字 安居樂業 你現在搞這些青年女社 竟然限了租期 那個上限是五年 你這樣就製造一個 很強烈的不穩定性 你怎樣使得租客 對於社區有歸屬感 五年之後 他們的鐵定是要搬走 沒得延期 這些政策 完全就是本末倒置 你搞青年女社 不同大學的宿舍 大學的宿舍 擺明是進去玩的 是吧 大家青春笑艾 那些少男少女 進去做甚麼都好 對不對 問題是 你現在不是租炮房給人 對不對 你是租一個居住的單位給人 是有實際的居住需要的 所以你這樣搞的時候 根本上解決不了任何矛盾 而且七十多個單位 搞來沒作用 第二件事 兩人的單位租金竟然去到八千六百多元 差不多八千七百元 如果能給得起這個租金 不如去上水租村屋好過吧 風涼水冷 又不用跟那些人住在一起 而且肯定五年就要逼你離開了 我肯定是 最搞的就是 他說有一些三人共居的單位 三人共居的單位是甚麼 好像以前 我相信已經取消了房署 就是有些所謂的長者 三個人不懂的 就偏培同一個單位 一人一間房間的廳 廁所 廚房也共用 當然就會製造很多矛盾和衝突出來 如果大家知道這些情況的話 現在我想是取消了 根本是極度沒有這個效率 你這樣搞這些東西 只會製造一些衝突出來 好了 你這樣就好了 年輕人可能就沒那麼硬 你找三個人進去住 大家三不識七的情況下 如果是不合謂的 就一樣各自關在房門 你搞這些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我極度不建議 特區政府再搞這些青年宿舍 完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之餘 反而會浪費了那個地方 我寧願你建一棟插針式公屋 雖然你建公屋也不是給香港人住 排隊也不是給香港人 因為你的隊伍每天都有人來插隊 每天都百五人 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 如果特區政府要終極解決房屋的問題 你一定要拿回移民的審批權 即所謂單程證的審批權 你一天拿不回 不單是房屋問題 醫療問題 教育問題 什麼都搞不到 因為你是預計不到那些什麼人下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